青年大聲的呼喊 以阿美主報訊息儀式 為2024太平洋南島聯合豐年節 揭開序幕 熱鬧的歌舞聲吸引台北車站乘客的眼球 一旁的特色攤位 更讓來往的遊客流連忘返 獵人學校 然後還有和尚的餐點 那個很有趣 跟國外的觀光行程很像 你有看到有一個貓公部落 它有個釀酒節 我滿有興趣的 真六的烈酒 這個很特別 就是相信台灣就是越來越跟世界接軌 4月3號左右 不是在花蓮有嗎 那時候我本來想 是啊 就剛好突然地震 我是非常欣賞 然後我希望這種 一直維持下去 讓我們的後代 知識孫生能夠看到 前人的努力 透過聯合豐年節 豐富的文化繳織在一起 在地觀光業者宣示推出 特色商品與波羅遊城 希望讓民眾深刻體驗花蓮的多元文化 但是因為可能過去都 大家還是走大景點居多 對 可能說七星禪太魯閣之類的 所以說可能 也希望透過這次的記者會讓更多人知道 其實我們在地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造訪 透過這個活動來跟外地的遊客 讓他們知道我們花蓮還是很好的 雖然說這次的地震 我們真的是大家受到產業受到很大的影響 希望大家能夠再繼續來我們花蓮遊玩這樣子 對 厲害 這次聯合豐年節結合528愛的頻率 推出三天不同主題 聯合豐年節不僅是一個慶典 更是連結太平洋南島族群的愛的連結 心中只有兩個字 感動 感動我們原住民在文化的傳統 保育又加上了創新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開場節目一樣 是充滿了活力跟創新 花蓮市原住民文化的活的文化 就在我們部落裡面不斷的延伸 不斷的將我們的文化呈現在聯合豐年節的所有的展現上面 花蓮聯合豐年節將在7月19號到21號 在花蓮德新大草坪盛達登場 將設立超過上百個多元展秀攤位 邀請國內外遊客感受花蓮優美的山海人文風情 以及多元族群的文化魅力 原則新聞感動我們要報道日亮台北市場報導